一人事工所为了经济辖区内艺术展览业务 日前由市长江聪渊率队参访台北当代艺术馆 并参观由南澳原住民族 比勇伊斯·哈马丹博士 所策展的女性团结 跨境相遇 借此认识南澳泰雅族优秀的子弟 在艺术领域上杰出的表现 并促进双方的艺术交流 今年正值台北当代艺术馆创立20周年 馆长洛丽珍特别邀请参访团的成员 一起参观由比勇伊斯·马哈丹 所策划的女性团结 跨境相遇的展览 用当代的眼光重新解读部落文化价值 和女性独特的力量 并用不同的角度 为台湾原住民当代艺术 创造更多对话和空间 策展人比勇伊斯·马哈森为我们策划了一个原住民女性艺术家的一个主题展 那这个展览呢 其实也呼应到我们台湾面对原住民族 长期以来的艺术表现 以及他们所关心的议题 当代馆非常欢迎这样的主题在我们馆内呈现 女性团结跨境相遇 我邀请了五位国际的艺术家来自不同的部落 然后这档展览我提出来是一种女性团结 我把女性当作一个主要的一个关注的一点 因为我认为在女性的身份在原住民的部落比较鲜少被重视 然后他们就好像一滴水 然后一滴水集结成就一个文化流域 伊兰市长江中渊表示 比勇博士是一个杰出的策展人 艺术家和研究员 曾经在加拿大和挪威等国家策划许多精彩的展览 这一次他在台北当代艺术馆的20周年特展 让我们可以看到南澳泰雅族优秀子弟 在艺术领域的杰出表现 我们看到这个策展里面充满了故事 充满了我们原住民文化 还有我们这个女性的力量 还有环保的议题都在我们策展的范围里面 所以今天来这边非常的值得 也要鼓励他 他曾经在国际策展的方面就有一些成绩了 明年也即将要代表我们台湾 在国际的舞台上 做艺术能量的发挥 我们也预祝他会有很好的成果 在属于我们这个宜兰南澳乡的一个子弟 也是我们泰雅族优秀的人才 能够在艺术领域发挥这么好 这个是我们宜兰的光荣 女性团结 跨境相遇 赞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我们要给电脑也很好 谢谢大家